早安,欢迎来到我跟上帝的咖啡时间 希望你们都现在很温暖 今天第一次的下誓 你有正确的态度吗? 今天通过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读到我们天父之心 你是否以正确的态度祷告 给予禁食还有预除你的财物呢? 今天耶稣应许天父会让他的子民 在黑暗中做的事 这不是一个威胁或警告 他的观点是 当他的忠心的子民满足他人的需要 或祷告或现在所说的 参与禁食时 上帝会注意到的 上帝正在注视他的子民 何时的他们的心中 而荣耀他 即使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竟然他是我们应该需求 的唯一的一位 那么他就是唯一需要知道的那位 其实没有人需要知道 耶稣再更进一步 神不禁看见 他奖励这种行为 耶稣在他的教导中一再强调 上帝真正的关心的是 他的子民的内心和动机 而不是他们外表的行为 这些人呢 一些人都在生活 在一个表演 为导向宗教的系统中 那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 外在的行为 形象 名誉 荣耀 和 羞耻 才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祷告 给予 进食 和投入 我们的财务时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 是否是正确的呢 今天呢 让我们检讨一下 我们的 态度是错误的方面 如果是错误的话 求主来指正 上帝保佑你 在这个下雨 下雪天 保持温暖 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 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帮我按个赞 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按那个小铃铛哦 明天下个礼拜见